我想继续的跟天归兄来谈 就是说你刚提到就是美国在冷战之后 有贝多利芬的情况 但我想到之前有很有名的书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mpire 就是提到当时用罗马帝国来谈 影射现在美国的情况 那美国的现在的总统川普 似乎跟前面的几位总统 完全是走了180度不一样的方式 他认为他不需要给北约有这么多的安全承诺 他对亚太这边的驻军 他刚上来的时候也说要减少 包括日本跟韩国 有人很担心他走的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一个方式 你怎么看川普他跟之前的总统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这么说好了 我们把这个川普这个政策先摆在一边 先不谈他 在台湾很有名的讲这个所谓这个文明的冲突 那一位作者 哈利亚特 哈利亚特曾经写过另外一本书 那本书里面他就在检讨 检讨什么呢 检讨美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 去管世界各国的事情 那么管到后来是什么呢 管到后来是自己国家里面的基础设施是落后很多的 然后呢你开放这个边境允许这个移民进来 尤其是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放以后呢 南方的这个从墨西哥甚至再往南的这个中美洲国家 人民大量进入美国 那么美国在20000年跟2010年 两次的这个人口普查里面得到的数字是说 这些所谓的西班牙一的这个后代 即使他们进到美国了 到了第二代了第三代了 家里头还不说英语的 是超过10%以上 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移民 华裔的移民 也将近6% 7%的比例 第二代第三代在家里不讲英语的 所以换句话说 对美国的向心力是有限的 那这样大量的移民从南方进来 造成美国社会福利的负担很重的时候 那美国为什么要去 自己家门口的事情 自己家里的事情都不管了 要去管别人的事情 这是我个人认为 在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 他背后很大的一个力量 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从反面来看 美国现在就是一个全世界的超强 那如果说不是由美国来维持这样的秩序 提供这样的公共财 那我们找谁去呢 这个是我想世界其他国家 在目前最彷徨的地方 没错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才使得川普的一言一行 在美国所谓的建制派的媒体里面来讲的话 简直就是跟他盯上了 他的每一个举止 每一个言行 通通都要被拿这个 不但是用放大镜看 还是用弦尾镜看 所以我们才会感受到某一种程度的焦虑 我最后想谈的是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的特派员潘文 他写的就是 Beautiful Country and Middle Kingdom 这个也是您翻的 现在的他的艺名 现在大家都用美国与中国 但是我想中文艺名应该是另外一个 英文版已经出了 但是中文版还没有出 是 没错 我已经在这个 已经交稿了 交出出稿了 还要再修订一下 我听说这一本书 潘文这本书 去年在美国卖得非常好 是 没错 那他的写法其实是 一个一个人物故事这样串起来 你能不能谈一下他的写法 是 这么说好了 这个美国现在很 就像其实我们台湾这个新派的作家 他写东西也都要先从一个 我们以前写新闻报导是常常说 那个导言啊 这个五个WH先要把他交代清楚 现在的写法大概不是了 现在写法都先要先从一个比较温馨的故事 或者一个比较能够吸引人眼睛的一个小故事 先破题 然后才开始切入去写 那他这个书呢 这本书呢 将近四十五万字 这个英文书就七百多页 那他的确是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后 跟中国所发生的关系 满清时候一路写下来 那非常精彩 太多小故事了 太多小故事 他里面有一个论点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跟现在扣得很紧 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交往 一直是在对中国很高的期待 跟失望之间一直在那循环 他觉得现在美国是处于 这个周期的失望阶段 那中国也是相对如此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谈呢 因为我们退回去看这两百多年来的发展 的确是如此 这个中国人呢 我们常开玩笑讲说 你讨厌不讨厌资本主义 那因为整个的这个北京的政府教导的 都是讨厌资本主义 可是呢 往美国移民最凶的 也是华人 对 那美国人呢 他一直有一种西方世界 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你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发达起来以后 那你可能就会这个中产阶级会发展 中产阶级发展以后 你就会为了维护你的私有财产 你就会建立某一种程度的依法治理 建立一种某一种程度的这个政治保护的这种策略 然后就会走向民主 但是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 美国人其实在2000年代的时候呢 现在将近20年前已经在检讨这个现象 说这个东西好像不work 所以我记得我翻译过他另外一本书呢 About Face 转向那位作者呢 也是洛杉矶时报 Ginman呢 孟杰慕呢 他也是1980年代 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特派员 洛杉矶时报的特派员 那么他另外当时写了一本书 就在2000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叫做China Fantasy 就是对中国的幻想 里面就检讨到说 原来这一套东西 在中国的情况之下的 是不适用的 不适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有13多亿的人口 那么即使经济发达起来以后 他所创造的这个中产阶级呢 也就是那么2亿多3亿多当时 所以2亿多或3亿多的这个中产阶级 相对于中国13亿人口来讲的话 相对于那些当时所谓的 七八亿的农民工来讲的话呢 那是少数 那是少数 所以起不了作用 起不了作用再加上天安门事件以后 中国极力的推动 所谓民族主义的教育 那这一套东西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呢 大概不太记得 有这个天安门事件这种事情 纵使有北京 这个一大堆的这个维权人士 民运人士在那边推动 年轻一代是已经历史失忆了 那么历史失忆之下 你说要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 所以攀文的这本书 它的好处就是说 从这个点点滴滴里面告诉我们说 美国人的期望 有时候可能是一厢情愿 那美国人对中国产生失望 这是一种周期性的东西 那两国之间互相应造的话呢 那就是在一个坡湖 什么启动之下呢 如何去找到它的一个糊臭点 那这也是很有趣的东西 我再从中国这边来看 其实中国当然以前 就是有一阵子有很强的民族主义 然后对于美国是有一些向往 可是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 让中国似乎有一个印象说 其实美国的制度 其实也有它的问题 那美国现在呈现出来的实力 也不像所想象的这么强 那中国是有可能 可以跟它不仅是并驾齐驱 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那我觉得有很多人在中国 有这样子的想象 会在最近一段时间 跟美国是有那种竞争的味道 那可是在这一次贸易战里 我们看到美国的实力 尤其你刚刚前面讲的 它的软实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现在中国又是怎么样 跟美国之间的想法呢 这么说好了 中国对自己本身 当然有很大的期许 这样的一个期许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它的一个基础 的确像主持人 你刚刚所讲的 在两边如果一对阵 互相要掏出口袋里头发宝的时候 那就会看出来中国势必要往后退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力量还没有那么大 他对自己的期许是一回事 真正要做到能够跟他硬碰硬还是一回事 还是回到那句话来讲 其实这句话是当年 三亿人去把它冲淡一下 大问题又变成无形之中变成没问题 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东西 这是当年温家宝所讲的 那么回过头来说 中国今天对自己的期许 有它的民族主义的目标 它所谓的中国的复兴梦 但是为什么要叫复兴梦 因为梦跟实际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 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 是几几乎已经要赶上美国了 这是事实 但是平均下来 它的整个的平均国民所得 还有这个国民素养 还有这个国际参与程度 都是不及美国的 所以它如果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可能还有相当长一段日子 这也不是说三下两下就可以的 maybe或许呢 再看个20年吧 再看个30年吧 那这20年30年里面 美国的经济实力难道就会下去吗 美国不会再走出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 美国人到中东去 动辄就要到中东去 大家都晓得底子下是为了石油 但是过去七八年之内 十年之内 美国的这个页岩开发出来了 开发出来以后 为什么过去几个月 这个油一直涨不起来 也就是因为美国有太多它的这个油了 这个页岩的油源来了 再加上如果说有新能源出现 那石油的 我们看未来30年 石油的重要性可能会往下降 那这就是一个新科技 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新科技会影响到地缘政治的另外一个方式了 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林先生到我们节目来 跟我们来谈这个他所译过的一些书 跟他自己对于美国的 跟中国的观察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见